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为何有些法师认为求生迷了净土 将来会退转 八万四千法门 没有一个法门不是念佛法门 这一章是在《善才通知》参访得云比丘里面看到 门门都是念佛法门 那迷了净土怎么不是念佛法门 当然是的 至于求生迷了净土 将来会不会退 那是个人自己的事情 经典里面有记载 无助天心 狮子觉 他们兄弟三个人都是求生迷了净土 狮子觉先往生 他们兄弟又好 往生之后赶紧回来报告一下 而狮子觉往生之后 以后就永远没消息 那么然后是好像是 是无助还是天心 往生 生了之后赶紧回来报信 说他到这个米勒里面了 他兄弟就问他了 你怎么三年才来啊 他说没有 我只到米勒坡打个转 立刻就回来报信 哇 这时差的问题 米勒里面的一天是我们人间四百年 所以他很快到那里 马上打转转 我们人间也三年了 他那里一天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四百年 那他就问他了 他说那狮子觉到哪里去了 狮子觉退转了 怎么退转了呢 到独帅天呢 独帅有内院外院呢 在外院的时候 已经被那些五与六成迷住了 舍不得离开了 还没有到内院来 所以会不会退转呢 在你个人自己 你要经不起 天上的佛报比人间大得多了 经不起诱惑就退转了 你就不再想到内院去修道了 所以这个诱惑的力量非常大了 这个财 这个是不但是祖师大的祝佛如来 他劝我们求生西方净土 到底在此 西方净土没有诱惑 迷了净土 那个外院是很严重的诱惑 看你有没有本事通过 谢谢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